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你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 应该有记得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一个 台湾房地产周期相关的一个分享 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新的新闻 是在讲房地产打房的也是周期 我才发现原来大家的想法都有一点点类似 是因为历史是差不多的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 50年来政府打房只成功两次 专家表示 选举搞怪 台湾房市有另类景气周期 那专家指出 房产经济周期的理论支持者认为 现任政客在选举前 推动经济繁荣或控管 包括房产与消费的通膨 以确保再次当选 并在随后的衰退中 使公民付出相应代价 政治景气循环是一个替代性的理论 选举出任何一种色彩的行政机构时 他最初都会采取收缩政策 来减少通货膨胀 并赢得经济能力上的声誉 然后他在下次选举之前 采取扩张性政策 以便在选举日同时实现 低通膨和低失业率 那政策经济理论 应用在房产政策时 也会因时空背景不同 而产生逆势的选举经济周期操作 也就是说大选之前 紧缩房产政策 安抚民怨 大选后扩张房产政策 调解被扭曲的市场 就像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之前 前政府他就有对房产信用严格管制 大选后政府就为了解救 金融余放比或高的危机 连续两年以8000亿利息补贴的方式 拉房产旧金融 再来2012年的总统大选前 央行选择性区域现代余 财政部2011年 克征奢侈税 大选后房市也在价量被离中 确实恢复燃 而2016年的总统大选前 政府也公布了克征房地合一税1.0 并克征囤房税 大选后就公布前瞻建设 公共工程与交通建设扩张 房价也因此再展多头七十 那如今面临2024年的总统大选前 政府政策除了有央行四线贷 财政部房地合一2.0 并在房市技术循环面移转弱降温的同时 内政部又提平均地权修法五重权 再在显示政策企图影响 房产经济周期 历史也将持续重演 那台湾房地产会不会泡沫化呢 答案是否定的 专家进一步分析 西方先进国家因市场成熟度较高 政府比较尊重市场机制 减少对房市频繁的提出打房政策 而东方国家因开发中国家比较多 经济成长快速 房价容易飙涨 所以政府政策较强调控制 尤其中国大陆在2010年到2018年 经济成长趋热时 连续提出七八次的重大 房市调控措施 包括现贷、现购、现价等 激烈打房政策 结果房市越打越热 最终在金融机构 信用过度过张的情况下 房市产生泡沫风暴 就像是1990年的日本金融房产 泡沫现象的翻版 反观台湾近50年来 从未开发开发中国家 前30年经济成长率 几乎平均在二位数 当然长线房价会大多处于多头 而房价已数倍的涨幅成长 这也是全球开发中国家 房市发展的正常趋势轨道 为近20年来 台湾也因科技业的带动 逐步迈向以开发国家行列 经济成长也有不错的表现 但每一波循环房价上涨幅度 正在减缓当中 以目前第六循环而论 大台北地区的涨幅并未超过50% 中南部应过去基底较低 平均涨幅也未超过一倍 而二线城市应基底更低 部分县市涨幅超过一倍 这种现象并不能解读为 泡沫房产经济 房市未来走向会比较趋滑健康 台湾房地产会不会泡沫化呢 那答案就是否定的 那50年来六大循环的打房政策 只有两次成功 政府应以以为鉴 专家已从事房地产50年资历印证 台湾50年来 所有打房政策只有两次成功 第一次是蒋中正时期 民国63年的四楼以上境界 就是威权时代才能如此 但很像现在预受 禁止转售的强硬风格 另一次打房成功 是蒋经国时代 追查三房以上 向所有权人资金来源 在2023年面对总统大选之际 政府企图以特殊的政策影响 房产经济周期 其实政府可以不必大费周章 目前房市在技术循环面已走弱 房价也开始降温的同时 政府打房是多余 除了给民众有收割政绩 政治操作的遐想之外 频繁打房对市场的过度扭曲 并无好处 选后又得振兴房产经济 这难道也是台湾另类的 选举房产经济周期吗 我有一个疑问 他说每一次房产的周期 都因为政府大选 所以发生了变动 比如说大选前 我就会压抑住房地产的市场 大选后我就必须把这些扭曲的市场 来舒展开来 那投资客不就跟着走就好了吗 你这样讲也对啦 但是刚刚专家讲的就是 每一次台湾的状况 都跟选举有关 事实上有也占蛮大的比重的 但是在2019到2022年 这段时间其实是国际的形势 台商回流到QE 等等这些的状况刺激了 但是你说政策的影响有没有 有啦 其实比重真的还是占蛮重的 但不是全部都是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别的因素 不过多数的时间 的确跟政策是有相关 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个 反正你就是跟着银行走 跟着政策走 的确是这样子 在选举之前就是居住正义嘛 选举之后呢就要振兴经济嘛 而且他刚才讲到一个很妙的 他说50年来台湾只有两次有成功 刚好这两次都是在威权的时代 也就是不需要选票的时代 没错啊 那你像那个时候 他不被选票控制的时候 他不需要去划众取宠的 去争取选票 他做事情可能就比较偏向 是整个国家的好坏 因为好坏都跟他自己有关嘛 现在也不是说好坏 他跟政治人物无关啦 只是说他要先选上才跟他有关啦 所以他必须得先做一些 这样的议题嘛 这些议题每次做每次有用啊 你要参与选举的目标 就是先要胜选 不然的话你的理想抱负都是空谈啦 那所以你胜选为第一目标的话 你必须也把这些重要的议题 就像是网红在乘流量一样嘛 这些议题一定要放进去 那很简单 你今天要打方 台湾真的有能办法打得很痛吗 没办法 你说像习近平那样子的话 他当然可以嘛 他要打就是要打 他不打就不打 全部看他自己 台湾没有办法啦 还是会有选票的考量嘛 我们到底要被政府政治人物的 这样子的秀操作 到底要被他们影响多久 就看我们选民大家进步的程度了嘛 因为几次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可能有点像是假的议题 看你实际做了什么东西 不要选前讲这些 那但是为了是台湾的选举 可能有些议题就是 他们在专攻一些年轻的族群 两边现在都在讲嘛 年轻族群第一次投票 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我没有看过 没有听过 刚好是我现在经历的问题 那我就会愿意投票 当然不是讲说 不用重视这个居住正义的问题 不过刚才专家讲说 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跟选举 挂在一起的这个周期性 我觉得是或多或少 有啦 应该讲说 不是完完全全 今天的政策 我一跟你讲怎么样 今天讲说 我希望房市要涨 它马上就会涨 但是它的影响力很大 包含你的贷款的政策啦 等等的这些 让你更容易买房子的话 你势必就会更愿意出手去买房子 讲难听一点 有点认贼作父的感觉 全球经济学校都在讲嘛 这个十次的金融危机 其实有九次 都是来自于房地产崩盘 那所以也就是说 政府在打草房的时候 或是说他在打房的时候 他也不敢打到太夸张 因为真的 房地产崩盘了以后 那会造成 国内的经济摔退跟危机 因为你想想看嘛 每一个人 大概都有地方住吧 除了街上的一些街友啦 除此之外 他人人几乎都有房子住 不管你是租或是你自己买的 那他又是你 大概消费的金额最高的 也就是说 他是你的像是存款 或是你的资产 或者是说 你现有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那如果说他整个崩盘 就代表全人民身上的资产 或者是他存款 这些东西就大幅的被蒸发了 那会不会产生暴动 会啊 尤其就很简单讲一下 如果你才刚买房子一两年 你的房贷才刚缴 房价突然跌到只剩一半 请问你还会去还银行钱吗 不会啊 我宁愿给你银行法拍嘛 我干嘛还要多缴钱 那这样子的话 到最后结果 不是就是银行就一堆坏账吗 那坏账的结果 不就是造成更严重的金融问题吗 所以刚才专家讲了说 这个选举周期有相关 的确是啦 那尤其在今年下半年 就是我们的总统大选 应该就会开始 我觉得 虽然说今年的房市下修的力道 因为这个平均地权条例的 这样子的操作模式的话 我觉得下修的力道就不会这么大 这我之前讲过嘛 但是我相信他们为了选举 应该在下半年 还是会要营造一个 他往下修方向去的模式 但是他又想要控制 他现在可能有个难题 他也不希望烂尾楼出现 但是呢 他势必要有一定的 这个人出来转售 那他可能在评估说 第一个 如果说我今天太快实施 平均地权条例的话 万一都不能卖了 有一些买的 成屋可以卖的 就又因为房地合一的部分 你要缴比较高的税 我又不愿意在两年内卖 我可能会想要到五年 我才卖 你的税收的趴数不同 你的卖压又被锁住 再加上最近房市的市场比较冷 我没办法卖到好的价格 我宁愿等一等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卖压不会出来 房价就难以出现下修的状况 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他觉得是不是 那让这7月1号之前 可能有机会出来卖一卖房子 让房价下修的这个幅度 有机会出来一下 没有想到很多投资客 可能因为这个状况 觉得说我也不急了 然后这个建商刚好 他的银件的周期又拉长 那我就可以把时间往后拉 我没有到很急 所以现在看起来 反而更让抛售潮 或是降价赔售潮的东西出不来 其实出不来 你的房价下修的时间就会延后 在今年房价下修 可能就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 这么的明显了 不过下半年还是可以进去看看 因为这段时间还有太多变化了 你看几个月前 谁知道 新军地链条例会突然过 突然过了以后 会对于市场变成是一个鼓励的作用 反而没有打击的作用 那打击的效果 可能要到7月1号才比较明显 他还是会变来变去 我们后面再接着看吧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